這隻股有一個超大的downside 都是跟財技有關的 大家好,有新片介紹時間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還有,如果有興趣報班 就和我盡快報班 第11班剛剛開始了 今天要介紹這隻新股 叫做哲例控股 上市編號是209 7月2日,星期五只應購 7月9日正式上市 招股價3元至3.33元 每售1000股的話 入場費約3,400元 如果上限定價3.33元 市值約約13億 哲例控股是一間本地網上零售店 向全球銷售這個產品 他的網上平台歷史後9 1998年已經推出 叫做Yes Asia 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當年來說是很先進的 專門買娛樂產品 例如CD、遊戲等等 後來又多元化發展 賣了化妝品和時裝 將亞洲的產品外銷至美國 英國、法國、澳洲和加拿大等發達的地區 網購是最受惠於疫情的行業 所以哲例控股今年也相當不錯 以2008至2020年的收入分別為 8,536萬 1.17億和1.73億美金 而另外的分別去到 399萬、336萬和1,122萬美金 前兩年賺不到多少錢 最新一年突然間多了兩倍 一看就知道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2009都應該上不了市 在財界面的角度來看 2009就挺有趣的 這次上市只是發行10%新股 不回撥的話公開發售只有4000手 就算回撥到50% 都是只有2萬手 籌碼相當少 在這個新股不吃香的時勢 莊家只要肯做事的話 應該很輕易可以維乾手貨 只不過大家不要這麼高興 這隻股也有一個超大的downside 都是跟財技有關的 就是前期投資者持股問題 看看這支股書 2009有差不多 整個四分一的股票 是屬於一些小的前期投資者 他們全部都是很多年程度已經入股 當年入股的成本相對比現在超低 折氧超過七八成 而最嚴重的是怎樣 他們那堆股票完全沒有金售期 這裡的股數是公開發售的兩倍 如果當中有人忍不住手 沽貨的話就算只是沽一點 真心說股價都有機會是血流成河 基本來看 2009應該是認真做生意的公司 盤生意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跟財技面看 而2009就很有賭博味道 畢竟我們不知道莊家是否真的想維杆即炒 就算他真的想炒股票 又要擔心前期投資者會不會是見地忘義 先行離場 亦都因為這樣 我建議大家先觀望一下 就不要這樣用了 好嗎 希望這個分析對大家去決定 投不投機這支股票有所幫助 記得訂閱、分享和讚好我們的頻道 還有有興趣報班 在捉緊的機會盡快報班 好嗎 多謝大家支持 在下一個影片再見大家 拜拜